各位朋友,各位同学,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下股票的程式选股 点击这个地方有一个程式选股 我们点击一下股票的程式选股 打开之后,要看到这里 分为四个组合策略,股票筛选,速发条件和预期 我们可以在这个情况下设定十种策略 而且每个策略可以包含六个制定的条件 首先要设定策略的时候,我们先点击一下新增策略 新增了之后,我们就确定了 这里有一个新增的图标 好,我们先进行这个图标去帮你的策略 起个名字,例如新MACD 或者你喜欢的指标 好,那音后,这里有些可以设定的 好,那我们整个照片之后 你可以在你的设定这个地方 点击一个图标,例如转式 好,那你这个地方点击它 好了,那你新的标志出现了 好,那接下来是什么呢 接下来我们要在这个地方 进行一个股票策略的一个基本设定 比如说,你可能比较在意它的一个市值 或者成交额,市盈率等等 你只要在这里点击股票策略 股票策略,可以进行选择 比如说你加一个市值,你加上去 你不要的话,就删上去就可以了 非常多的一个比例 比如说收益率 是吧,你会记得比例以上的收益 50-50 市盈率,成价額等等 那基本上你可以在这里设定了 那我这里呢,我模型是3000万的 mini限百万的意思 30mini,3000万最小的成价額 那我基本设定了就是这个条件 好,那我设定了好这个股票策略条件 以后呢,这个是基本面的条件 那我们就点击一下 触发条件 好了,那触发条件呢 通常呢,也都是有非常之多的这个 选择的 成交量,成交矩也好 或者我们的技术分析也好 都可以给到我们一些选择的一个基础 那我个人呢,会终于用回我们的MACD套 移动平均配持指标 MACD 那为什么MACD呢? 它都有非常之多的一个选择给到我们的 那我们呢,可以用 例如说,升川信号,金叉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呢 它是升川这个灵族位 或者在下面水下金叉等等 那其实呢,都是可以给到我们一些非常之好的一个选择 那我通常呢,是会用到的就是MACD那么差的一个选择 那你选择完之后呢 你就已经将这几个条件呢,设定了好了 好了,那设定完之后呢 基本上来讲的话 我们呢,就可以将它进行一个补秦 补秦 那刚才我们已经起了名字了 那其实呢,在这个地方 点击,草秦 是,好了 那你的这个策略呢,已经就已经设定好了 扬成MACD那么差 接着呢,你的这些基本的十股去申请条件 全部都设定完毕了 好,那设定完毕之后呢 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的第一步就已经完成了 好,那多谢各位同学 现在可免费领取Caroticker 试用名额啦 素描二维码加我WhatsApp申请